我们出去画画的时候 随机摸鱼只眼睛 大脸这类原创都会很老司机 但一旦给一段故事来原创 有目的性的原创绘画 是应对客户刁砖要求 或者创作完整系列作品的重要能力 本期和村民们一起挑战 听声音记性画画 来提升原创理 我们请LUK SHOW 随机创作了几段文案 来描述一幅幅画面 村民们立刻拿起身边的 任何纸任何笔 跟着LUK SHOW声音的指引 边听边把脑中的画面 草图速写出来 在这个原创练习中要注意 No.1 可以用线条草图 也可以用色块草图 不用画得太细致 但元素尽量清晰 让人能看懂 不能脑海里4K帅哥拥抱 草图一看向草里虫交配 No.2 尽可能跟随声音指示同时动手 别等到听完再画 这对模练进行草图和分镜能力 是非常好的训练 画的时候少用橡皮 听完后可以暂停几分钟 把草图整理完善 No.3 刻意逼自己打开脑洞 做出不一样的创意 所以建议村民们 在听第一遍时 都不要看村长的挑战 避免被村长 若逼脑洞限制住 刚开始做这种 记性原创绘画 可能会感觉像 初次滚床单一样 厚得不住 不用评价自己画得好不好 就算火柴人 先清楚地画出来 随着这种练习的增加 你会越来越清晰地 在脑中 意应构图 人体和透视 并且把这些幻想的世界 带到画布上来 OK Here we go Look at show お願いします Challenge 1 先来一个简单的 热热身吧 幻想你坐在一张桌子前 桌上正正地 放着一张A4纸 在脑海里 看着这张纸的样子 你能把它画出来吗 现在白纸开始在桌面上转动 转动了二三十度 这张纸现在在你的脑海里 是什么样的 你能把它画出来吗 这张纸从最开始的状态 转动到了九十度 把这一个状态画下来 从刚才九十度的状态 又转动了几十度 把现在纸的样子画下来 这张纸从最终的状态 最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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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纸从最终的状态 头顶带着可爱的发菇 头顶带着可爱的发菇 和蝴蝶结装饰 和蝴蝶结装饰 他穿着报纹图案的低领吊带背心 露出了修长的脖子 和诱人的锁骨 和蝴蝶结装饰 这不是一个女孩子 而是一个手臂肌肉非常壮硕 胸肌发达的男孩子 这是一个奇幻的神兽 这只神兽的头 是一只修朗的犬 目光锐利 身体像一头迷路 身体覆盖着光滑的短毛 它的背后长着一对美丽的翅膀 它的四肢修长高条 迷雾中 能看到神兽美丽的姿态 我阿里 What the fuck is this thing 这神兽 它美丽吗 这是一张 夕阳中的海面的景色 远处的海面 能看到正在西下的夕阳 夕阳 向整个海面 洒向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空能看到一些云彩 近处是一片沙滩 海的另一边 是起伏的远山 海面 海面清风浮来 带起正正的海浪 地下广 海面远处能看到离翅的船 海滩上一个抱着小熊的女孩静静地站着 眺望远方 这是一个全身女仆角色 女仆背对我们 她的脸微微转向一边 我们能从侧后方看到女仆清秀的面庞和性感的耳朵 她的头上带着女仆常见的花边发卡头饰 飘逸的秀发 她的女仆裙外 围着吊带围裙 围裙背后有蝴蝶结和飘带 旁边人家的身材 她穿着长袜和小皮鞋 哦 no 这不是一个女仆 而是那个手臂肌肉非常壮硕的男孩子 她撩起裙子正站在男厕所的便池前 那个秀 你是可指 我里 这不就是村长在动漫节的真实经历吗 Done Challenge 6 这是一个女孩子追逐猫的场面 在后面追赶的女孩子披着长发 表情生气 大声叫喊着什么 我知道了 这个女孩又是手臂肌肉很粗大的哥们儿吧 就是普通的女孩子 她穿着连衣裙 大跨步地奔跑着 就像要往前摔倒 这不就是什么 这不就是什么 那你已经宣伤了 这不是一个女孩子披着 这个女孩子披着 她会给她的女孩子披着 这就是女孩子披着 她会跟她说 这对女孩子披着 这就是女孩子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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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前方是一只表情调皮的猫咪 猫咪飞快地奔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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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的嘴里好像叼着什么 对女孩子很重要的东西 我是一妹 很重要的东西 OK Done 这是一个有三个角色的场面 画面左边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小兽 表情腼腆带着一些恐惧 双臂 手和背 紧紧靠在一面墙上 他穿着小短裤和板鞋 具体的玻璃节的玻璃节廣发 正在闭咚她的是一位高挑的黑发女士 她的脸离小兽很近 小兽能感到她的呼吸 她一只手按在墙上将小兽死死地控制住 她穿着性感的紧身连衣裙和高跟鞋 她的一只腿顶住小兽的下体 女士的背后是另一个短发的年轻小兽 她闭上双眼面容温和 她的双手搂抱着女士 像一个小婴儿一般依偎在女士的背后 这图到底想要表现个啥 村民们可以把本期的挑战成果 用hashtag都得村挑战发布出来 让村民们欣赏你惊人的脑洞 如果你有神奇的文案 想要村长和村民们一起挑战 可以详细描述在动态或者回复 打上同样的hashtag 我们在下一次的听声音进行画画中 观看村民本期的脑洞一起再战 也感谢本期Luck Show的声忧 锐街的超级明星Muk先生 喜欢日本语干货和本格日本文化的村民 欢迎去他的BillyBilly和微信公众号 超速欢迎的斗子村速写系列 跟村长报话又快要安排上了 这次有两个主题可以选择 男女高中生人体速写 电影剧找速途 用言论杂鸡投个票吧 村民们下次见 Adi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